外出到公园要多加留意了 新竹县竹东镇仁爱停车场 一旁公园遭到红火蚁入侵 有六个蚁窝 民众看到吓坏了赶紧通报 正公所随即拉起的警示标线 提醒不要靠近 也赶紧喷药防止避免扩大 青青草皮上出现突出土丘 仔细一看红褐色蚂蚁不断从蚁窝爬出来 竹东仁爱停车场旁小公园 被民众发现有红火蚁入侵 黄色警戒线这边就有一个火蚁的巢穴 这附近都有好几个 怕它蔓延 然后来这边休闲运动的民众 遭到红火蚁的攻击 123456一共有六个蚁窝就在公园内 大大小小土丘吓坏散步民众 带着孩子才刚从超市买菜要回家 没想到一旁的公园内发现巨大蚁窝 就担心不小心紧扰红火蚁被咬伤 严重过敏还有可能致命 正公所随即设置警示标线 让民众远离也喷洒药物防治 以本所所采购的防治药剂 百利普分及赛灭宁两种药剂交互施杀 先以百利普分药剂 它是生长调节剂 抑后就不会怀孕 在施杀后 在经两到四周后 再进行赛灭宁的药剂 它是毒杀型的 立即会让红火蚁死亡 防治时间至少也需要半年 希望进行的策略是 由公共场域的部分 由县政府来做 那施场域的部分 是不是由民众跟政府部门 共同来配合 红火蚁是有毒性的 如果数量过多的咬伤的话 可能会引发休克的现象 那我们还是希望民众发现之后 能够通报我们县政府来做处理 全县红火蚁防治面积 超过1.2万公顷 通报3000多件 农业处加强防治 在6月9月和12月 进行区域联防投药 也呼吁民众小心 若发现红火蚁踪击 立刻通报 感谢观看